苗栗县政府争取前瞻计划城镇执行政策引导型计划 提报事案经营建署初步审查通过9案 总经费约8900万元 其中县议会后方近5公顷的大草坪将新建青子公园 增设修器草坪、沙坑及大型摩石子滑梯等 摆脱传统罐头市邮剧提供青子安全又有特色的活动空间 预计明年底前完成 县府水利处长杨明导说 县府先前争取城镇执行竞争行计划或核定2、3亿元 进行苗栗火车站东西站及周边环境再造 这次提出实案争取城镇执行政策引导型计划 只有一案未通过 其余9案初步核定补助金额共8930万元 审查通过的案子包括公管厢社区绿色公园空间改善 通宵镇运动公园环境改善 后龙镇儿9公园及南龙社区活动中心周边环境改善工程 院里镇房里西沿岸环境营造 竹南镇滇武廊道景观营造 现议会后方青子公园设置 及大湖湘广平二广场环境改善等计划 现议会后方草地占地约4、7公顷 规划设置青子公园设有多功能广场及修气草坪 并利用一位较高的地势设置符合地形的模式子大型滑梯及沙坑等 提供孩童安全天然的西系空间 营造地方特色也让苗栗市民成婚都可以来此活动 运动增进青子情益 至于竹南镇滇武廊道景观营造工程范围则位于 综合运动公园生态池周边面积约18500平方公尺 竹南是台湾特有亚种私式子斑碟的重要器的 所以将打造蝶舞廊道穿梭林间 设置寿屋及修气平台 还有以子斑碟为主题的滑梯、鞦签等设施 并规划蜜园植物及多功能草皮等 杨明瑙说 这九个计划案将在收到营建署公文后 紧速推动 希望明年底前全部完成 苗栗现议会后方进五公顷的大草坪 将新建青子公园增设沙坑 大型摩石子滑梯等设施 提供亲子安全又有特色的活动空间 记者黄瑞点摄影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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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